疫情拉緊爆 就怕是病毒守不住 臺北是升級第三級的防疫警戒 不過呢 在萬華街頭上 竟然就出現了滿滿的巨馬 共享機車更公告 表示萬華部分地區的車輛 只出不進 讓民眾都嚇壞了 還以為要開始封區封城了嗎 不過呢 里長趕緊澄清安撫 巨馬只是醫院在為疫苗接種做準備 指揮中心也喊話 沒有要對人流禁止 就是要安定人心 在路上跟警察對嗆 萬華疫情拉警報 卻還是有民眾在外 沒戴上口罩 但讓人不安的因素 還有這個 滿滿巨馬在萬華街頭出現 讓行人都嚇壞了 面對病毒傳得快又狠 被施升級第三警戒 但萬華似乎管制更嚴 逼近第四級警戒狀況 另外共享機車更發出公告表示 為了防疫萬華部分高風險地區 即日起到六月八號 車輛只出不進 禁止還車 特殊條例一出 也讓民眾心驚驚 共享進不來 巨馬擺出來 里長趕緊解釋安撫 強調巨馬只是醫院 再為接種疫苗做準備 也用簡訊提醒李明 防疫得繃緊神經 指揮中心也喊話 要安定民心 目前來講還沒有對於人流禁止 人的行動來禁止 那都是更高級別該做的事情 那目前就是 我們現在是做這所謂的 減少移動的風險 縮小聚會的規模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表示 不用過度驚慌 不一定要封城處理 周朗地方提前防堵管制 不讓萬華武漢化 成為最大病毒傳播口 記者謝謝華 劉仙台北通報道